而中国大陆在本周召开了两会 所谓两会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会议 如果是党最重要的会议就是三中全会 而最重要的国家会议就是两会 两会在本周正式的召开 一般来说都有重大的经济政策宣布 那么股市或是市场都会有提振信心的政策 但是我们来看本周的上证指数 不止没有涨而且出现了跌幅 主要的跌幅是出现在礼拜五的时刻 跌幅0.73%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中国大陆公布了 二月份的出口数字居然大跌了18% 震惊了不只是中国大陆 还震惊了全世界 相当多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 如果长期来看的话 中国经济的放缓 才是全球经济最大的隐忧 并不是乌克兰的情势 中国的经济放缓是很多人已经预期的 但是它超乎预期的数字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不只是出口在二月份的时候大跌了18% 中国工业的产出比也放缓了将近8.6% 都是低于预期的状况 在这个情况里头 很多人看到了整体中国经济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里头人民币的走向特别值得注意 台湾有非常多的人 包括我们的央行官员 都认为人民币是最值得投资的货币 甚至准备把人民币或者已经把人民币 作为台湾外汇存底里头的准备货币之一 因为认为人民币未来基本上是走向升值的 但是随着中国的出口放缓的这么严重 那么这里时刻呢 唯一的方法可能是第一个 不让人民币再升值 第二甚至会让人民币再贬值 就在我们现在制作文献世界财经周报的同一个时间 中国大陆的央行正式的宣布 中国过去本来对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浮动汇率 只会在1%的区间 就是涨也是1% 跌也是1%以内 那么在礼拜六晚上的时候 正式宣布涨跟跌将扩大一倍变成2% 那么预期呢 以现在的整个情势来看 人民币可能会承受相当大的贬值的压力 而只有靠人民币的贬值 或许中国的出口状况会来的比较可以有好一点的的情势 而中国现在呢 在关于人民币的一些相关的部分 这一次在两会期间 周小川的这一场新闻记者招待会 就特别受到媒体的重视 也就是除了新疆团之外 整个央行团 人民银行团 是这次国际媒体的焦点 就在两会召开期间 3月8号 大陆海关总署发布2月份外贸数据 出口大幅衰退18.1% 贸易逆差达到229.8亿美元 这反映在10号的股汇式交易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跌 111个基点 创2012年7月以来最大跌出 香港离岸的极其市场开盘 更一度重扁334个基点 而两会期间 维稳基调的路途也破风 故身两事 双双重挫近3% 周小川先生 鼓会动荡隔天 恰巧两会新闻中心 安排了一行三会 外加外汇管理局的记者会 而近来人民币走扁的议题 成了媒体的焦点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Bob Davis提问中 假带着对人行操控 汇率走跌的批判 事实上 自去年第四季到今年1月 大陆出口复数的带动下 人民币对美元成双向波动 但深多扁少的格局 1月14号 极其市场盘中触及6.04 离深破6字头仅一步之遥 但2月中旬过后 风云变色 人民币对美元一路走扁 2月28号 极其市场一度跌停 重扁至6.1808 从汇改以来 单日最大扁值幅度 而整个2月 人民币扁值达到1.38% 主要还是要参照 这个国际数字平衡 特别是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从人民银行呢 也是尊重 这个市场规律的 尊重市场选择的 是吧 尊重市场决定 这是经典的央行风格绘画 但足以掌控外汇走势的 人民银行对于中间价的公告 从2月中至本周五 以大扁293个基点 外界分析 人民银行是借机打压 压住单边升值的投资客 但这一波贬值还要持续多久 也有一部分人 我认为呢 他们已经观察到了 最近四五年中国的规律 中国什么规律呢 就是第一季度 这个贸易顺差呢 是减少的 甚至有些月份呢 是贸易会出现逆差的 这个已经是在最近几年呢 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外汇交易员解读了周小川的话 说白了 就是贬值到第一季结束 然而外汇市场本周持续悲观 因为大陆国家统计局 陆续公布多个宏观经济数据 今年1至2月的工业增加值 较上年同期增长8.6% 增速不如去年12月的9.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成长11.8% 也低于去年12月的13.6% 而2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年减2% 跌幅持续扩大 为7个月来新低 显示需求疲弱 一些机构对大陆第一季的经济成长 感到忧虑 有些预测保不住7.5% 甚至低至7% 一般的来说 金融市场对短期变化的反应也是很灵敏的 但是从人民银行角度来讲 更关注中期的趋势 短期的趋势并不见得能代表中期的趋势 尽管把汇率的波动视为市场规律 但周小川似乎是罕见地为近期人民币走扁进行喊话 另一方面 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坦诚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也传达出信心 然而市场上不仅反映对二月外贸的低潮 更出现对经济前景不明的恐慌 在两会结束后 人民币及其市场持续悲观 3月14号收在1美元兑换6.15人民币 今年以来已贬值了1.6% 人民币会市的空头持续畅想中